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这个飞过来 真是非常感谢 所以我这个人一向都是要投桃报李的 给小木宣传一下新书 这个新书呢 很多中国网友会喊口号高兴 说日本有病 你这个常年在日本混的 你干嘛要骂日本有病呢 其实因为我喜欢日本 所以我就要看出他的不足的地方 实际上是我小骂大帮忙 就点出 并没有掩盖一些事实 希望他更进步 不是像中国话说 你这人有病 不是骂人 是说他的病症 病源在什么地方 他什么病态 我们对照一下 看我们有没有这个 对今天正好请小木 拿他全部的人生经验了 来跟我们对照一下 他懂的事情太多了 没错 侧重讲讲二奶的事情 好 这你有兴趣的事情 他就想跟你聊这个 好不容易找到人聊了 小木在二奶方面那就是非常富有 不光是专家很富有的人 他是结过20次婚 没有 没有了 六次 六次 六次婚姻 什么又改少了 不是说八次 六次婚姻 四人次 四人次 六次婚姻 就有人结过两次 对 结过三次 三次 四五六 所以你是伊丽莎白泰勒那一派的 就对 就跟同一个人结的三次 中间有剑开有穿插没有 没有 这个 这个 就结了离 离了结 对 在婚姻上没有 中间没有 没有穿进去 对 但是中间可能有别的女人的重复 他这都是公开的 他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对 所以呢 正好适合聊聊 如今在我中国呀 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二奶 有些人又叫小三 是吧 这个阿宝很熟了 对吧 小三是因为最近在台湾有一个 很火的连续剧 叫做犀利人妻 其实呢 我觉得 我觉得女人呢 特别喜欢这种 看待女人的战争这件事情 尤其是不管是大老婆 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好 或者说小三们也会想说 那他们的处境要如何自处也好 所以这个话题 其实在台湾是非常火热的 所以所有的人不管任何 你出席任何的场合 大家都问你说 你最近对这事情有什么看法 可是事实上 其实它就是一个 你无法忽视的现象 你说内地其实也是一样 而且比你说的那个戏里边的戏的情节 还过瘾呢 这个最近的新闻 这个是真事 来自四川的这么一对堂姐妹 姐妹关系 这个大家现在都在聊 到新乡一个企业给一个老板 在那打工妹 但是报道上你看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反映了 这个正统语言的某种偏视 就是说姐妹二人 却在各种诱惑之下 分别沦为 沦为这个老板的二奶和三奶 沦为二奶和三奶 那么结果这姐姐二奶 怀了孕了 怀了孕 你看这个你就说女人跟女人的战争 哪怕是姐妹又怎么样 害怕失宠 害怕失宠 这个女人的阴招 是什么招 受药都动用了 这个妹妹 这个堂妹 就忽悠姐姐 说姐姐怀孕来 照顾你煲汤喝喝喝药的 吃什么药 给那个瘦肉 咱们现在有瘦肉精是吧 实际上咱们还有催肥灵 怎么样让猪啊 中国人现在到处研究 怎么样让这个动植物 蹭一下 就长胖 她这种药啊 是有讲的 生猪催肥灵 给她姐姐喂 要不说咱们中国别的药 不管事 这药一吃 跟人家吃一样好吃 蹭一下 她姐姐变成大胖 可是她是有毒的 当然胎儿都畸形了 都畸形了 然后最近发现被告上 告上法庭 被告上法庭 这就是中国现在一大案啊 这个是日本应该也有 日本这种报案来 其实也很多 日本叫巴尔奶吗 她不叫巴尔奶 就是从年年纪小的时候 叫原胶 原住胶 原住胶级 叫原胶 她从原胶这角度看这事 对 那你讲讲日本 她从年轻的时候 她是原胶 比方说学生年代 那是有这些 她的外面的男人 给她的钱 她去买名包 名牌包 名牌 所以日本为什么追求名牌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那就是在日本也好消 就是这些年轻人 女的 在学生年代 她就已经开始有了 就培养了这种习性 然后到了成年以后 到三十岁以前 基本上不结婚了 她不是说像中国是圣女 她不是说找不到男人 也结不成后 她不愿意结婚 那宁可就做人家的二奶 但她跟那些有钱的 有地位的 做到二奶以后 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不仅是社会知识也好 经济力也可以得到一批 然后呢 这是成长教育 成长教育 然后到了三十岁 差不多要结婚 生小孩了 那她就也跟对方的男人 也加好 我也不破坏你的家庭 我也不逼着你去离婚 不要我们有结果 我去找我的心爱 找我去正国去结婚 你别干涉我 我不干涉你 我的日本 我前妻 日本前妻 她一个同班同学 她就做一个大公司的 一个秘书 但肯定 就等于是报到二奶 她到三十岁前没结婚 然后结婚的时候 就把钱给她 让她去结婚 然后这个老板 后来就走掉了 走掉以后呢 她每年都到她坟上去拜她 她谢谢她 谢谢她 有古风啊 日本人有古风啊 这即便是二奶三奶 她也有个知恩呢 是吧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要什么 对 我觉得当你 知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 其实所谓的道德观啊 这些价值观 我们一般以为是约定成俗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就不重要了 因为其实你发现呢 这个世界是非常矛盾的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一方面很保守 一方面其实也有 非常的叛逆跟激进 比方说 你鼓吹说 哎呀我们要有伦理道德啊 我们什么什么 但当你不断地在鼓吹 不管是物质欲望啊 或者你刚刚说 我们要过好的日子 我们要过名牌的时候 但你没有相对地告诉这些人 我们如何用对的手段 去得到这些东西 他们当然会错乱嘛 那你又告诉我A是对 你又告诉我B是对的 我现在放弃了B 我取得A了 你又说我是错的 那我该怎么办 你还不如就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我选择了一个我对的方向 然后我觉得 比方说像你说日本的那个 其实他是很清楚的知道 我就是拿这个来换了什么 他也不觉得自己委屈 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目标在哪里 是 但前提是在不害人的情况之下 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中国的案例 害人了是真的就很有问题 不合 中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 去影响别人 中国是什么呢 你死我活呀 你死我活 你死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啊 他是你死我活 他不是共荣共存的 日本人对吧 你看你说的很对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往往啊无视现实 对别人做道德审判的时候 无视现实 比方说你可以说道德最高标识 大家不准有性生活 对吧 可是如果你这么来聊的话 事实上你肯定是虚伪 是假的吗 你是什么掩耳盗铃吗 是鸵鸟政策吗 而且呢咱们大家啊 老是皇帝不及及死太监 说这是伤害原配啊 话真是怎么他们怎么怎么着 可是可是这个事情 他们自己解决好不好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 他自己 那比如说咱们有时候见到很多情况啊 相安无事啊 我必须说实话 那么谁都不是傻子 谁也不比你在对个人命运的选择上 谁都是试过了一万条绝路啊 谁就是说如果说可以一夫一妻的话 哪个女的不愿意 对吧 他必定是有些现实的不得不 他也试过了别的方式 甚至包括所谓的大老婆 也想过了别的可能性 人家综合考虑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利益 最后做了这么一个选择 我认为如果你把你这一套炫耀到处张扬 可能让别人不舒服 伤害主流价值观 但是如果你低调一点 对吧 你也没影响别人 你们自己商量好了 甚至于你要承认这个人群的存在啊 他接下去就像日本的情况了 恐怕彼此之间呢 都有道德权利和义务 你要说完全你们都是流氓 那得了 他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还上坟呢 就也没这事了 对吧 而且我觉得其实单政社会有点不公平的 比方说像不好的词汇 都是在女孩子身上的 你说二奶 对 难听了 小三 你说就算我们在说的时候 尽量只是呈现一个状态 但他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有贬义的了 但事实上我会觉得 比方说像这个案例好了 我会觉得这个案例 我觉得这个男的应该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你为什么包二奶 你的包二奶在情况之下 你肯定你有需求嘛 那你能不能搞定你的需求 你娶了一个原配 你觉得他满足不了你 那你也得解决人家的需求 对 你不解决人家需求 你只顾及自己的需求 所以你找了二奶 那问题当然就来了 没错 然后二奶之欲 你又找了三奶 那当然问题就更复杂了 然后你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个问题 你就是吃不了这盘菜 你点了他 你就是吃不下 你肯不下去 他这应该跟李小木学习 对 对了 咱们先去广告 再说说该怎么跟小木学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我必须说 咱们这是个多元化的世界 并不等于小木的这个做法 就是真理 对不对 但是小木你还是可以说 怎么就能娶那么多老婆 前后 前后 还没有头屎 不是 应该说是我 黎智婚 是对我的前妻的负责 对我自己和我 现在的二奶负责 什么叫对你自己和现在的二奶 对 就是我一般的离婚的前提都是有了二奶以后 比方说一年或者两年 对吧 他一直在等你 一直想跟你结婚的情况之下 那我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因为 你怎么定义这个二奶 对 在我们这儿似乎说有供养关系的 才叫二奶 你有金钱交易的 对 你的意思是 那当然都是前后脚了 你的意思是当时有了婚外情人 还是说要你供养 对 有经济关系的 对 我这个二奶是打引号的 打引号的 对 他倒不一定是要需要我的经济 应该说我们俩合得来 对 更比我跟我的前妻要合得来 然后我就会告诉我的前妻 很准确的告诉他 对不起 我们之间没有爱了 可以有情 因为还有小孩 对吧 这个我一定要负责 所以我离婚 基本上是没有到裁判所去判的 都是我们就是一张纸自己的协议 一个月给小孩多少钱 然后一个星期就离婚 那我跟日本的前妻就这样 那跟我现在的太太结婚啊 或者跟将来的太太啊 现在以后不会来了 过了过了五十已经改变了 可是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搞定这件事的 一般来讲我们听到这种事情 通常的戏码都是原配 一哭二闹三伤 这样说你这个父亲啊 那么以后怎么办 所以我每次离婚都是 生猪崔飞玲上去啊 所以你的意思说 你用钱摆平了这件事 就我只 我有的财产我都给前妻 啊 包括房子 以前我在深圳的房子 两套房子 小孩也得现金全给他 这是男人一向美德呀 叫净身出户 净身出户 所以就咱这道德用不着婚姻法判 对吧 咱比咱咱男子汉给的比法院判的都多 对 没错 所以我没钱就这样 哈哈哈 所以每次从零开始 其实这样很好 就是下面这一这一位 他一定要理解我 对吧 他知道我们有经济的能力了 我们一起再奋斗 再从零开始做 但是我问你 你不觉得对不起孩子吗 嗯 孩子我可以看他呀 嗯 但是我还是他的父亲 父亲跟他一起 对 完整的家庭还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 没错 那我在日本的这个孩子 只要能让我看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 我们三个大男 三个大人用同一个停车场 甚至经常用同一台车 这就是我们处理的 那你的前妻又找了这个新的丈夫 没有 他不愿意 但他可能有别的男朋友 因为他们他可能年龄大的像年轻的 他是不是不愿意给这个孩子找一个后爹 对 有这个考虑的 而且我现在结的婚又有小孩 他都不愿意告诉这个孩子 我有小孩了 哎呦 是 是这样子 但是他的毕业典礼 他的发表芭蕾的表演什么东西 都会叫我去 都会跟他的 都我三个都是男孩 都是男生 一个21 一个16 一个三十一 对21 在深圳 哎呦 你算是有福气的 其实 哎 你你见过没有福气的吗 我 嗯 没有福气的 一定 不是 我跟你讲每天摊开报纸 很能上报纸都是没有福气的 嗯 你知道吗 哪些人家里多有钱 嗯 你看起来人家富力弹簧 但是这个 几方又讨厌哪个几方 然后之间又要争财产 然后呢 明明掉着点滴还要出来发表声明 就是这些东西 你看了你都会觉得说 哎 怎么会这样 明明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人家多么羡慕 嗯 世界首 世界级的首富 嗯 然后呢 我们都觉得说 哎呀 然后好像家里几个老婆 然后妻妾成群 然后小孩子也都 不敢说 呃 多怎么样 但至少也都是 哎 挺好的 好像一家和乐融融 嗯 但事实上呢 当你牵扯到钱啊 或者什么的 上报了 对 好几天头条了 你看到了 你还是会觉得 搞不定 还是还是搞不定 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啊 这种事实上的这种 所谓小三二奶 这个现象啊 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 少数人群的问题 嗯 就你得承认在中国大地上 现在有一小部分人 嗯 事实上已经过着这种生活 过了十几年 二十年 嗯 都有了 对 其实这是一个社会学家 很值得研究的东西 对 没有 我最弃的彼此的利益啊 该怎么保障 可是我最弃的是什么 我最弃的是 你一直要有钱了 嗯 好像在你没 这事一枚炒出来之前 大家都理所当然的 说哎呀 你的二老婆怎么样 三太太怎么样 四太太怎么样 还帮他们写连续剧一样 但如果你是家里没有钱的 那别人就会觉得说 哎呀 你这道德观有问题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标准很不一 对 你怎么能说 因为他有钱 所以他有能力养这些小孩子 所以啊 他好像 他这件事情 就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就当看戏一样看 嗯 他的秘书 帮他生了什么小孩 所以他就可以辅作正式 今天拧着那个多贵的包包 你怎么不去探讨 他的人格有没有问题 或者说他的道德观有没有问题 他的价值观有没有问题 反而是那些 没有这些资源的人 你就会说 哎呀 你看他呀 这啃不下这个 你看吧 事情就乱了吧 我觉得 我在看报纸的时候 我是觉得价值观相当错乱 你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呀 那家伙 梁唐进汉州啊 什么什么 这什么朝代的价值观 都同在嗯 有一部分人的头脑是古代的嗯 你知道吗 可是呢西非常西方的嗯 男女平等嗯 这种咱们也接受 所以咱们现在就叫一个价值观呢 混乱 都或者叫多元 多元 我跟你说未必是坏事 对我个人喜欢这个社会 就是让人民自由发展 有多种选择 对我不喜欢的 就因为啊 这个我觉得男女这件事 真的我觉得是人类最复杂的一件事 你心里很痛吧 真的是 人类扯不清的 扯最深的最深的痛 都是这个事情 对 其实你说别的事 有什么所谓 对工作上的得失忘记就好 对对对 你往往就想起来这一生之中啊 问世间情为何物 全是这个纠缠 对吧 你看小木一直就没错 存在的应该是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研究这个存在的问题 对吧 所以不管是中国现在的二来也好 台湾的小山也好 日本早就有这种现象 但是它那个社会没乱 对吧 一个是它本身那个国家的性开放 它的表达的方式 它比较自然 而且是在法律规定情况之下 不影响别人 不影响真正的第三者的情况之下 都在做 所以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63岁死掉了 然后他的老婆谢谢他 曾经跟他混过的女情人 他说在最后这几年 是因为你制成他活得到今天 这最近日本也发生过同样的例子 就是这个新闻也很妙 因为呢完全不关那个 那个演员 就是演送行者的那个演员 叫做我忘了 反正就是他的岳父 也是一个挺有名的艺人 还是什么的 有外遇 然后呢 听说他不让那个小三走 所以他还写了信 威胁那个小三 后来那个小三呢 就直接把这个事情呢 就闹上法院了 然后他的岳母 他的岳母在日本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 演过东京铁塔 然后呢 他还说 他还走出来说 对 他就是有这方面的状况 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那位小三 因为呢 他奋身出来 告发了这件事情 让他不能再伤害别人 这是这是一个 完全对我来说 是难以理解的 因为在这里绝对不是这样的 在这里一定就是 你们去死 就是这种 像这样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么小木我问你啊 那在日本要是老婆呢 老婆要是找二爷呢 也经常有 比方说那些流浪的服务生 他们的不是说长期保安 就是他有时间 有一些钱 他会去自己去消遣 也会带 让他们陪着去旅游的 也有 跟他买车的 也有钱的话 但有时候是比较短期的 不会像长期的这样做 因为他毕竟有老公 首先他第一个先键条件 是必须把自己的家庭做好 该做的事情做好 小孩把他抚养大 然后让他读好的中学 好的高中 好的大学 进去了 都大学毕业了 他可以 有的 所以老年离婚的比较多 他已经 他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 这个让我很感动 对 我有时候也觉得 就是说人事的责任 没法逃避 对 但是你总是梦想着 哪一天 进完了你应进的 这些个烂马其糟的责任 走吧 走了 对吧 想干啥干啥 失奔了 失奔失奔 那就是说日本社会对这么干的人是什么态度 其实也没有像中国看的那么重 这件事情 其实政治家也好 民人也好 都在做这件事情 都有很多 但大家也不会炫耀性的拿出来这么说 除非是一定要把它整垮 这个政治家就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一般是不会的 一般不觉得不足为奇 那只要是说不影响他这个大的环境 不影响公司 不影响他真正的家庭 其实日本人很多有家庭的 很多有家庭 为什么他每天不回家呢 为什么 他要喝酒 他喝酒 他跟男人喝 他不会每天去喝吧 他肯定有跟他喜欢的女人 想去看的女人 甚至想跟他过夜的女人 肯定是有的 所以实际上老婆都知道 你想日本这60年的经济发达 我觉得日本女性真是很伟大 就是他支撑的男人 好好的工作 也好好的消遣 然后你回来 我还帮你泡洗澡水 对吧 我觉得日本女人好委屈 然后你出门的时候 把你皮肤擦得干干净净 那你为什么要不喜欢这样的老婆 这是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就是我感觉的爱情是什么呢 可能没有爱了 但是会有情 这个情不定是跟我们亲属的 有骨肉的情 还有一个就是 那我们这个一定要维持这个家庭 一定在工作上 也是一对好的泡兜了 那不仅是生活上是泡兜了 那工作上也应该是这样 这样一个家庭会维持长久 这个提示给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能 可能夫妻就叫生活共同体制 你们是过日子的 但是感情该到哪找 到哪找去 对吧 能在里边找到自然圆满 但是如果不能 也是人性使然 大家清楚 别吃醋 别嫉妒 别生肉吹飞铃 对 不要互相影响 未来会不会走向这么一社会呢 这个真的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那而且要互相的 不能说只有男的给这样 因为我们觉得这样 可以这样 就是今天的 Ş environment 我一定要脸上 然后 rece的 各位 史篇 带出